所以剛剛的部分,我們主要是做門號輸出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執行的話可以直接從這邊執行 然後有不要放在sub跟andersub的中間,清除 然後直接執行 那門號公式的話直接執行 那你會發現輸出結果了 可是你會發現喔,你在點選這個12儲存格 那你會發現喔,其實它最大的不一樣就是說 它其實也是把公式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然後它就會自動幫我把結果給顯示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那右邊的話有兩個按鈕 不過之前這個是入字聚集的按鈕 那可是我們目前已經變更了 比如說我這個應該按鈕叫做門號公式 所以如果我今天假如要把右邊的這兩個按鈕 變成門號公式跟門號清除的話 那一樣喔,特別需要你不用重做啦 你可以按右鍵 然後呢,重新指定聚集 有沒有,指定聚集 這個時候呢,它原來要串接 沒關係,你可以變更 那怎麼變更呢? 你可以先點選門號清除 門號公式有沒有 然後呢,把這個上面的 四個字複製一下,按確定 那按確定的話,它點下去呢 就會執行這個門號公式 那上面的字沒變的話沒關係 你可以再點選 點一下上面的 這個字喔 然後把它重新貼散 門號公式OK 所以按右鍵 重新指定 叫門號清除 然後把上面的字複製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把它再貼到 這個上方 這樣就OK了 也就是說 你就不需要直接從這邊執行 而是直接可以從按鈕按下去 自動執行 那其實跟那個上個禮拜的那個 那個錄製的聚集 基本上呢 功能是一模一樣的 那差別就是說 這個是自己寫的 那上個禮拜的那個聚集部分 是用錄製的 OK,那當然錄製好處就是說 你不會寫成誰沒關係 OK 只是說 相對 比較缺乏彈性 但是我自己寫的 缺點就是說 你必須要懂那個程式 它的運作的邏輯 還有原理原則 但是相對的它的彈性會比較大一些些 OK 不過呢 以各位目前的程度來看 當然 有些程式一定還是不會寫 那沒關係啦 你可以用 有些可以用錄製的啊 然後慢慢錄製 到一個水準之後的話 可以再把它兩者結合在一起 那就可以變化出非常多的程式 有些不會寫沒關係啦 錄製 然後錄製之後呢 再來修改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只是說 你要懂得 錄製聚集之後如何修改 這個就是我們要學的 或者是說呢 你乾脆自己來寫 你不要錄製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說需要一點點時間 所以啊 剛剛的部分呢 我把它做出來 就類似像這樣子 但是呢 我需要再增加另外一支程式 什麼樣的程式 各位可以看到 門號公式 這個輸出的是一個什麼 其實就是把公式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它會自動幫你 有點像打勾 把打勾之後的結果 幫你顯示出來 可是它有個缺點 第一個啦 它跑起來 有時候如果你的儲存格數量 比較多的話 它跑越跑越慢 第二個的話呢 你會發現其實 明明這邊只有 手機號碼幾個字 但是實際上儲存在Excel 它是一長串的公式 所以相對的 也會比較浪費空間 所以可能基本上缺點就是 資金效率比較不好 另外的話也會比較浪費空間 那你想說 老師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不可以讓我執行之後 不要是公式 而是 最後的結果 那怎麼執行 我執行給各位看 這個是寫好的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執行的結果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執行的結果 把儲標放這邊 看到的結果 奇怪 存在Excel裡面的居然是什麼 就是它的 門號 那就不是說剛剛的那個公式 問題來了 這怎麼做的 OK 那為什麼 跟門號公式 怎麼不一樣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要撰寫 的結果是長這樣 就是不是放公式 而是最後的結果 那這樣的程式 該怎麼寫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一樣 我們 在這邊寫一個 Sub 叫做 門號 Enter一下 那一樣 我先把它清除 所以把這個範圍先清掉 好 那門號的話呢 其實它的規則 就跟剛剛的 不太一樣 但是步驟差不多 所以我們來撰寫 程式的話 可以先從這邊開始 直接複製過來 我們先寫一個 Sales的 第二列的依覽 等於什麼呢 等於後面的話 那跟各位講 它這個寫公式 跟Excel裡面輸出 公式有點像 09 有沒有 然後後面加一個什麼 AND AND什麼呢 有沒有 09 那我們之前的公式 0911 11 11的話呢 我們之前是指 直到F2的儲存格 可是特別注意喔 F2的儲存格 這個公式 在Excel是直接F2 可是在VBA 你就不能夠直接 跟它講說是F2 你必須要寫 Sales 的哪一列呢 F2的話 是第二列 購點 F欄 那它就會去幫你把什麼 把F2裡面的這個 11 抓到這裡來 然後跟 09串在一起之後 串在一起 再輸出到儲存格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那假如這樣的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可是你想說 好事為什麼9不見了 因為這數字裡面 這個資料裡面 全部都數字啦 數字 它沒有0開頭的 所以自動把0拿掉 除非說呢 你放了一個 非數字的字元 比如說呢 AND什麼 AND一個減號 比如說後面一樣要減號 那假如我又加了一個減號之後 再執行 你會發現 0就出現了 為什麼 因為減 它不是數字 所以只要加一個 非數字的字元 非數字的文字 串在後面 它0就出現了 好 所以喔 再來怎麼樣呢 再來我們就是 在 後面加084 那之前我們就用TES 這裡的話 其實跟各位講 你可以在AND後面加上 我們 在VBA裡面 它的函數跟 Excel裡面的函數不相同 但是有一些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喔 不過前面問過同學 到底Sale裡面有多少個函數 250幾個 可是VBA到底有幾個函數 如果你不知道也沒關係 它100多個 將來你可以打個VBA點 這邊就出現了 它會幫你列表 那其中的話 有一個函數叫做 Format Format 這個Format 實際上 它的作用就等同於 Excel裡面的TES函數 所以喔 我們其實可以利用這個Format 然後前括弧 前括弧什麼呢 它需要 總共 幾個參數 其實參數的 放的方式也是一樣 第一個 你要給什麼呢 不要切過來 各位可以看到 串接這邊 TES 嘛 其實把TES改成Format 哪個儲存格的資料 然後什麼格式 那把它換成在 這邊也是一樣 Format 哪一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但這個你不能叫G2 你必須要用Sales Sales的第2列的 區欄 所以直接拿這個來複製 這邊改成G Format 然後呢 G2 裡面的儲存資料先帶過來 84 構點 後面的話 給它一樣 雙引號 前雙引號 然後 000 後雙引號 後括弧 這樣的話 其實就OK了 也就是說 它一個 減號後面 再把84 的資料放過來 84資料放過來之後 幫我格式化成3 那就變084 084 再跟前面這一串 串在一起 所以 再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得到什麼 得到的應該就是 0911 減 084 那一樣 後面 我們再來就是 墨碼 墨碼就是把它 這段公式 複製 從 N 減號前面 空白可能要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再貼到這個後面 只要把 這個區域改成H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再把7帶過來 格式化成3 再跟前面的資料串 執行一下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話就輸出一個 門號 的結果 那你可以 游標放在這邊 得到的就不是公式 所以跟剛剛最大的差別 得到的 就是不一樣 那它的好處是 執行效率比較高 另外的話也會比較節省空間 那當然一樣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 再把它加個回圈 那一樣 4 I 等於第2列 到 第101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然後呢 把中間的 底下的這一行 搬到它們中間來 一般習慣這邊是把 這個Sales按TAP鍵 下一階 然後把NAS 把它往上移一下 NAS 往上移 上來 OK 然後呢 並且把這邊的 2 改成I 那再來的話 這個上面 本來用 And I 對不對 可是因為 它這個 這個裡面是用Sales Sales的第一個 第一個參數 哪一列 其實是可以直接呢 放數字 所以不需要 像上面一樣 因為它是文字 這邊是數字 所以直接放I就可以了 這邊直接改I 這邊直接改I 然後這邊呢 所以三個都直接改I 好 基本上這樣就 大功告成了 那再執行看看 改完之後的話 執行程式 有了 OK 這邊再執行一下 也有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寫的這一段 門號的這一個 程式 在雲端白板上面 也有放 你們可以看一下 在雲端白板上面 我看應該是這一行 OK 所以在第 14頁的下面這裡 就這一串 基本上的話呢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應該就是這個 這個format OK 那另外你會發現我雲端上面這個format 前面呢 沒有加VBA點 之前就有同學問 老師為什麼你這邊有VBA點 那邊為什麼沒有 跟各位講 這個不加也可以 加了也可以 那加跟不加最大的差別是說 如果你加個VBA點 他其實會提示啦 不過如果假設你format 記得起來 你不打也沒關係啦 OK 類似這樣 那當然呢 VBA點 會 相對增加那個 程式的長度啦 OK 那最後的話呢 一樣 就是再請各位呢 把按鈕再加一下 所以這個按鈕 我的習慣是再複製一個 然後把它貼到 Ctrl C Ctrl V 然後把它往下移 把這個貼過來之後按右鍵重新指定 把它改成門號 那把這邊這個名稱呢 一樣 也是改成叫門號 就 拿上面的按鈕來改 然後 游標放這邊 執行 這個是公式 這邊清楚沒有 這個是 剛剛寫的 有沒有發現 得到的結果 那就會是 它裡面 的數字 而不會像公式一樣 這麼融長 所以啦如果你假設資料多的話 用這個的好處 就是可以讓執行速度加快 另外的話呢 存檔時候 檔案呢 也不會 不斷的膨脹 可是如果你公式很融長 一丟 你會發現 假如你的 這個 儲存格 數量非常龐大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越跑越慢 然後檔案越執行 檔案越來越大 OK 請各位試試看